你被选为冠军代表你的巫师学院 将在死亡决斗中迎战两个死对头魔法学校 你的对手都很可怕 来自Newtonese学校的 一个强大的男巫可以用魔杖把人变成鱼 但是他的咒语只有70%成功率 来自Lepton学校的一个更厉害的女巫 可以用魔杖把人变成雕像 而且他的咒语有90%成功率 抽签之后 你被选为在决斗中第一个释放咒语的人 来自Newtonese的男巫第二个释放咒语 来自Lepton的女巫第三个释放咒语 你们会不断按顺序释放咒语 直到只剩下一个人 魔法决斗的规则很严格 任何不安顺序释放咒语的人 会立即丧失参赛权 以及为了避免评局 规则规定 如果所有人在第一轮结束的时候都没有倒下 你们都会被变成猫 现在你必须选择一个魔杖 无识学院给你三个选择 Banneker 能把目标用藤蔓缠住 有60%成功率 Gaussian 能把目标变成数 有80%成功率 以及极其稀有的Nauterni Southern 它可以把目标驱逐到遥远的山顶 有100%的成功率 你的对手既是策略大师 又是魔法大师 你知道他们能做出 使他们胜率最大化的选择 你会选择哪个魔杖 你又会选择什么样的策略 才能有最大的胜率呢 如果你想自己想出答案 那就暂停视频吧 答案在三秒后出现 答案在两秒后出现 答案在一秒后出现 你先尝试Nauterni Southern 毕竟在决斗中 用最强力的魔杖是有道理的 但是在你拿起魔杖之前 想想有可能发生什么 作为最危险的巫师 你同时也会成为 其他两位魔法师的目标 你需要先解决 他们中最危险的那个 但是你还是有70%的概率 被剩下的那个巫师击倒 这很麻烦 也许拿Gaussin更好 它有80%的成功率 这意味着在女巫被击倒前 你都不会成为首选目标 但是如果你成功把它变形 你就很有可能 立刻被变成一条鱼 如果你把男巫变形 女巫几乎一定能把你变成石头 没有击中目标似乎是更好的 所以你就有了一个想法 如果你选择Gaussin 然后故意没有击中目标 那么你就会等到男巫攻击女巫 然后你有80%的机会击倒男巫 这是个好主意 但是有一个问题 男巫也可以跳过它的回合 而且对于女巫来说 因为会变成猫 它不能跳过它的回合 它会攻击你们中的一个 因为你比男巫要危险 你会成为目标 这时你就知道你要做的是什么了 选择最弱的魔杖 Denneker 然后故意没有击中目标 现在男巫知道 他一定会成为女巫的目标 在被女巫变成石头之前 所以他不得不尝试 把女巫先变成鱼 他有70%的成功率 然后你就在下一轮比赛开始的时候 有60%的概率赢得比赛 如果他失败了 他可能会被变成石头 而你还是有60%的成功率 击败女巫 这只有微小的3%的可能性 你们全部变成猫 但是考虑到所有的情况 这种策略有着超过一半的胜率 这是你能做到的最好了 这是各种不同策略的胜率 谁能想到最好的一击 竟然是故意打偏呢 精彩的历史外太空冒险 令人费解的哲学 关于自身和其他方面各种问题的答案 请订阅本频道 继续关注并保持好奇心 请订阅本频道